205亞洲速度滑冰錦標賽在大陸長春舉行 來自台灣年僅22歲的宋青陽打破高悬7年的紀錄 一舉奪下金牌 選手宋青陽參加大陸長春舉辦的 亞洲速度滑冰單項錦標賽 勇多男子500公尺金牌 打破長達7年的賽會紀錄 也是非常感謝就是跟我們同場比賽的選手 因為他們真的是非常盡力在準備這場比賽 我也非常高興就是說 能在這個競技上面能略勝一籌樣子 今年22歲以70秒70成績奪金牌 亞軍季軍選手分別為71秒19和71秒32 宋青陽是台灣目前第一位速度滑冰選手 2010年曾在廣州奧運摘下滑輪溜冰兩金 後來砌滑輪概念冰刀 我們沒有那個場地 而且我們沒有那個環境跟條件 那因為是他來這邊正好碰到貴人很多 都帶他來幫忙 所以說才有今天的成績 之前代表台灣參加2014年冬奧會速度滑冰 最終以71秒36成績名列第33名 這次他帶著錦標賽奪金氣勢 要再挑戰冬奧 我的夢想是在2018年的韓國奧運會上 希望能奪得金牌吧 目標看準下一屆冬奧金牌 也令人期待他滑出更猶豫的成績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